中南海恩仇路 京夫子住 第十二节 分泽与立碑 在大饥荒的1960年和61年 中国大陆各省区都发生过农民抢粮暴动 各类反毛组织一如雨后春笋 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稀乎缺乏皇朝 李自成是领袖人物高举一旗 统一号令又没有外部势力的及时声援 这些暴动组织很快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 血腥镇压了下去 这也说明了 中共的严密如黑社会帮会的各级党组织 极其红色骗局势宣传说教 即使是在一场矿谷未有的大饥荒中 仍能迷惑和奴役中国大陆的多数愚昧人口 应当说 中共政权所以没有亡党亡国 还在于刘少奇 邓小平 陈云 周恩来 彭真等人及时纠正毛泽东的极左路线 全面调整政策 及时对老百姓做出重大让步 如废止公共食堂 允许农民恢复小家庭式生活和生产活动 允许自由及视贸易 暂停阶级斗争口号 给予知识分子一定范围的学术言论自由等等 刘少奇 邓小平等人的全面收缩 全面调整方针 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非毛运动 也正是这次非毛运动挽救了工农业 挽救了国民经济 挽救了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 这期间 毛泽东不得不龙蛇缩头 忍气吞声 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核心 而巡行到南方各省去跳舞 游泳 仰波但他死死抓住兵权不放 抓住了枪杆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虽然做了检讨 心里并未演书 并不承认大跃进破产 三面红旗失败 他等着刘少奇 邓小平们替他治愈中共政权的创伤 度过经济大崩溃难关 再重出江湖 重振旗鼓 1961年秋天 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 回了一趟湖南老家宁乡县花明楼乡 他对一位未面黄肌兽的父老乡亲们说了实话 大跃进以来 党中央犯了错误 毛主席犯了错误 使得大家吃苦 挨饿 使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群众 刘少奇在花明楼住了两晚 却没有去瞻仰紧隔九公里之遥的毛泽东故居 韶山冲 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大不敬 刘少奇的这次衣锦还乡 极其非毛言论 于数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反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并已决他刘氏祖坟 捣毁刘氏宗祠代毛泄愤 1962年1月 全国性大饥荒高峰已过 数千万鸡民已经饿死 国民经济大崩溃已经停止 整个形势趋向缓解 刘少奇不失时机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还有全国两千多个县份的县委第一书记 全国重点工厂矿山启事业的党委书记 共七千余人 因之又称为七千人会议 会议旨在总结三年经济崩溃的经验教选 并在今后的革命与建设中牢记这些灾难与敦讯 党内还面临着要不要替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的难题 毛泽东在会上妙蛇莲花 做了长篇讲话 他亦反常态 不谈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而大谈党内民主生活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什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了 什么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服从真理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了 什么团结一致 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 艰苦奋斗 克服困难 什么一道礼拜三颗庄 一个奸汉三个邦 三个臭皮匠 凑成一个诸葛亮 毛泽东说着说着 就又露出了马脚 他说 他也不主张搞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 可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却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所以苏联出了修正主义 右倾全面复辟 实际上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有时候是需要一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的 比如军队里一个班 十二个士兵 需要一个班长 需要大家来尊敬 服从 才能够打仗 如果这也是领袖崇拜 就是必须要的了 各级党委书记 也是一个班长 党委委员们要团结在班长的周围 毛泽东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凭着他的政治诡辩术 说得天花乱坠 力图重塑他的开明君主形象 对于叶以克福过来的三年国民经济特大灾难 以及他的大跃进所引发的全国大饥荒 他发明了一套责任分摊论 他说 我是中央主席 我要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在你们省里 你作为省委第一书记 要担省里的第一份责任 在你们地区 你作为地委第一书记 要担地区的第一份责任 在你们县里 你作为县委第一书记 要担县里的第一份责任 依此类推 哪个庙里都有烂菩萨 我第一个承认 本人也是一个烂菩萨 毛泽东谈吐幽默风趣 不断引发出与会者的笑声 党干们的笑声中掩盖下了毛泽东的祸心 责任都在下面 错误人人有份 为了笼络党心军心 立临党中央会议从来不参加分组讨论的毛泽东 这次却破天荒主动去到每一个省委代表团的住处 去跟每一位县委书记握手 之后跟大家合影留念 几天下来 他的手指都被握中了 七品县官们无不欢欣鼓舞 过去是县官难得尽见到皇帝老子 如今是皇帝老子主动会见他们这一批一批七品芝麻官 对于毛泽东的大会讲话 中共大员们却人人忧心忡忡 他们最害怕毛泽东过河拆桥 恩将仇报 翻脸不认账 又回过头来反右倾 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批判在困难日子里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让步 全国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口 毛泽东毫不在乎这几千万人的性命 早在1958年 他跟赫鲁晓夫辩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热核战争时 他说中国不怕打热核战 中国可以死掉一半人口 还有三 四亿 也是在1958年 福建沿海爆发炮战 毛泽东就希望美帝国主义也参加进来 最好是在福建省投下一颗原子弹 中国死掉两千万人口 美帝国主义就罪恶滔天了 对于毛泽东的过河拆桥 最敏感的莫过于刘少奇 邓小平很聪明 他已经学会了避开毛泽东的锋芒 刘少奇却无可避免的要事事面对毛泽东 因之 他在七千人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做工作报告时 重申了他的观点 对于三年经济特大灾难的成因 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不要闻过是非 对所犯过的严重错误轻描淡写 要永远记住这历史性的灾难教选 引以为鉴 绝不能再重犯重演 刘少奇的盲峰所向 自然是十分明确 他甚至大动感情地说 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 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 血泪的教训 课程碑文 立在我们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 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 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 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 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牢记住我们的错误 罪则 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刘少奇的讲话 使得大多数与会者热泪盈眶 甚至痛哭失声 赢得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有人振臂高呼刘主席万岁 少奇同志万岁 对于这掌声和口号声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 刘少奇却安之若素 七千人会议之后 中共高层对于要不要给彭德怀 反党集团重做决议 存在着严重分歧 毛泽东和林彪坚决不干 刘少奇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彭真态度明确 周恩来则磨棱两可 毛 林是少数 但握有兵权 刘 邓 朱 陈 彭是多数 但出于对毛泽东及其特工情报系统的畏惧 不敢结成联盟 因之在1962年的春天 夏天 农村继续被允许包产到户 个别省区甚至允许分田单干 城镇则继续发展自由贸易集市 周恩来 彭真 陈毅等人继续对知识分子放松管制 提供学术自由 号召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繁荣文学艺术创作 以图形成一个既严肃 又活泼 既有纪律 又有自由 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气氛